而且两个警察也是打伤了一个恐怖分子 小伙受着伤还一直询问同伴 组织会不会把钱打给家人 大卫也被抓了起来 因为是美国人没有立刻被射杀 受伤的小伙被下命令看守人质 期间他还给父亲打电话 问有没有收到一笔钱 小伙听到父亲说没有收到 他崩溃的哭了 大卫的妻子决定去找丈夫和孩子 没想到也被抓了 而酒店外面的恐怖分子悉数落网 组织头目要求他们杀了这些人质 大卫为了逃脱身亡了 就在准备杀杀大卫妻子的时候 大卫妻子绝望的开始避诵古兰经 恐怖分子听到这个女人和自己一样 都是信仰穆斯林 她朝房间开枪放过了大卫妻子 此时的特种部队终于赶到 恐怖分子也在特种部队枪连弹雨下 死在了他们以为的真主的信仰里 大卫的妻子见到了保姆和孩子 阿杰经历了这场劫难 也见到了家人 欧姆般的劫难终于过去了 这是一场真实的灾难 2008年11月 真实的发生在梦买的太极灵酒店 即使是特种兵赶到 也是花了三天时间 才清除了城市里的恐怖分子 而太极灵酒店的工作人员 为了保护客人都没有逃出来 太极灵酒店也专门为这些英雄 设置了一个悼念的墓碑